很多的飞机场 到机场的这个道路 必须要有相当好的安排 所以说大家才能够用这个机场 这个铁路也是一样 虽然是高速铁路是一个 它最主要的目的是服务主要干线 把主要的城市连接起来 然后在城市中间有沉寂自己的铁路 从你的家门口怎么到车站 这是另外一个需要考虑的方法 这个跟整个的都市计划 跟你整个的这个交通的计划 全部都有关联 如果说把这个每一个环节 都做得很合理的话 大家自然这个使用的这个度数 就会比较力度就会比较高 对除了这个接驳的问题 我想很快再请教霍云翔博士 有关于这个两岸在进行 高速铁路上面的一些比较 刚才您特别提到了票价的部分 我相信这些听众观众们 都有都很关心了 目前好像台北在台湾的高铁的部分 票价稍微高一些 不过在服务上面 因为我知道您也做过台湾的高铁 在服务上面 当然台湾高铁它诉求的时候 它做得很贴心 很温暖的一些服务 包括在车厢上的一些服务 还有购票的便利性 它是强调说 在每个民众家的附近的便利商店 你就能直接购票跟取票 像这样的一些服务 有没有可以未来给 中国的高铁的一些服务上面 作为借鉴的呢 是因为既然你建了一个系统 希望大家都来够使用的话 那这个我们这个买票 售票这种服务 我们讲的说是 这个运务方面的东西 就必须要有更新的这个想法 其实在公务上面 有很多东西都已经开始在运用 我们讲说是这个 这个使用的信息这个系统 你什么时候 想要去用这个时候 我们在事前 这个做运转的人 已经知道这个你的需求 那这个服务自然就会比较好 其实这几年 其实这个售票的系统 跟这个进出车站的系统 已经改进了很多 像即使是美国这个铁路 并不是使用人并不是这么多 但是它的方便性 你买票的话 你事前订票 这个都会非常的方便 跟飞机也是一样 也请教张雪孔博士 我知道您是这方面专家 如果从技术方面来看的话 当然刚刚我们提到了 台湾的高铁有很多是日本新干线的技术 那么目前中国在技术上 据说也有来自欧洲的一些技术的转移 也有一些自主开发的部分 在技术上的部分 跟我们比较一下两岸的高铁不同好吗 张教授 我想就像我之前所讲的 因为中国高铁 它是一个产业的诱因 它因为规模够大 所以各国的高铁 愿意跟它合作 就让我知道 虽然日本的高铁 法国的高铁 德国的高铁 都不愿意对外透露说 它跟中国有合作 因为它有一个保密协定 但是呢 过去几次的提述 这些国家都完全投入 把技术分享 它为了为什么 为了是中国的市场 因为有市场的诱因 所以中国能够获得全世界 一流的技术 更重要的是 中国有一流的人才 把技术能够localize 能够地方化 转变成它自己的技术 所以刚刚有一位听众讲 说中国的高铁 将来会去争取 美国的高铁的project 然后它用它更合理的资源 包括人力 包括资金的投入 我想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换句话讲 因为它有market 所以让它产业 有落地生根的机会 台湾因为就是这么一条高铁了 最多最多就是像我 二十年前 十八年前建议 从现在的高雄沿到恒春 就在延伸这一段 其他没有办法再延伸 所以它没有这个market 但是呢就像刚刚霍博士讲的 台湾高铁的营运的服务的经验 票证整合 无缝隙的接驳服务 绝对可以 还有还有一个很重要的BOT 就民间参与投资 这样的一个经验 我相信可以让两岸的 高速铁路的经验交流 好的非常谢谢张教授 接下来还有好多听众观众 等在线上 我想请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 非常简短的发表 你们的看法和问题 这样子才可以把 让所有的人都有机会 能够发表意见 好 接下来想请台北的林小姐 发表您的看法 台北的林小姐 台北的林小姐 可以听得到我吗 听到了 听讲 从第二次世界看到 国民党执政也好 民进党知道 到现在目前 从未站在生活 国内老百姓的立场 便敏为着想 我们台湾的技术 虽然是日本的高铁的技术 但是台湾的实政者 甚至是执行政策者 并未站在国内老百姓的便民 为什么呢 就像现在的高铁 你明明知道要从高雄车站 或其他距离我们原来的车站 所有都是公车 铁路 还有所有的其他的 下车站的地方 为出发点去盖 为什么你要距离在向下 这个表明就是说 站在政党政治利益 还有民间的利益 民间企业的利益 为前提在出发点 他常常会站在老百姓的围差 所以才造成 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台湾的人 他不愿意去搭捷运 而希望自己开车 这个就是最大的愿望 如果摆脱政党的利益 跟民间企业的利益之下 我相信应该是可以盖出 谢谢台北的林小姐 下一位是湖南的网民张先生 张先生您好 请讲 湖南的张先生还在线上吗 试试看下一位是新疆的侯先生 侯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 请讲 我们新疆的侯先生 您的线路好像不是太稳定 给我们再打回来好吗 试试看下一位是江苏的网民陈先生 陈先生请说 我一个问题 请说 为什么台湾的高铁亏本 他们享受美国生活 欧洲的人 为什么他们就是高铁赚钱的 他们为什么欧洲人 不是享受美国的生活呢 是不是那个费用上面 从台北到台南 开车子的费用 不是太贵 就是高铁到反而贵呢 请教 是不是经济上面有一些利益呢 好的 江苏的陈先生您的问题稍后 我请两位来宾一并的答复 接下来想请台湾南部的听众 高雄的佟先生发表您的看法 高雄的佟先生您好 大家好 你好请讲 台湾的高铁建设的很好 台湾的地铁也建设的世界一流呢 很好 但是可惜的就是说赔钱 现在还赔钱 希望能改过来 还有一点我要讲的 台湾的交通非常发达 一个是美国人差不多有汽车 还有大巴也抢这个生意 那很可惜 高铁盖得很好 那个地铁盖得也是世界一流的 那个希望啊 想一个方法 把这个赔钱的问题解决 谢谢 佟先生您自个儿坐过台湾的高铁吗 佟先生 您觉得怎么样 感觉上服务上面呢 服务非常好 比美国还好 我在美国也住了很久 美国的那个服务不好 那个地铁是一百多年 所以高雄的那个地铁是世界一流的 我很为台湾很骄傲 好的 谢谢高雄的佟先生 接下来我想接听北京的王先生您的电话 北京的王先生您好 您好您好您好 樊东您是吧 王先生您好 请讲 首先我说三点 第一 我想问问就是台湾的高铁 就是说 因为你看台湾和大陆的 它都是地震高发区 如果遇到地震 就是在高铁火车在高速运动中遇到地震 这有没有这个减载措施 因为我知道日本的高铁是有的 是 第二呢 就是说如果将来 如果两岸的台湾海峡的海底隧道 如果修通的话 两岸的高铁 就是能不能接通 就是因为大陆刚才嘉宾说了 用的是欧洲技术 而台湾用的是日本技术 这两种技术能不能就是有机的那个接通 请不吝点赞 按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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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赞